我们人会睡觉会休息 但有个地方不能休息 就是我们的心脏 他每天蹦蹦蹦蹦跳个不停 结果呢 最近就有这样子的消息 有说喝咖啡喝太多 或者能量饮罐太多 居然有年轻人心脏衰竭 他就不跳了 这还得了 另外心脏居然也会长肿瘤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心脏外科医师 黄日新医师 你自己也遇过心脏肿瘤的患者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记得是在一两年前 有一位大约中年52岁的家庭主妇 他就到我们的急诊来就诊 就是已经发烧 发烧了两三天 后来急诊检查 发现他有细菌的感染 才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发现他是因为心房的这个粘液流 造成的这个一些症状 那事实上看他的病史来回顾起来 其实他已经半年多来都不舒服了 他就是被当作感冒没有好 然后一直咳嗽咳不停 然后全身这个倦带啊 这个头晕 然后就是被当作过敏症来治疗 所以这样的情况其实算是相当少见 那所以后来他也后续也接受了我们的手术治疗之后 再用抗生素把他的疗程走完 现在都恢复健康了 OK 所谓的粘液流 长得像这个样子吗 有点像果冻或者果酱的感觉 是 粘液流其实是我们心脏里面的肿瘤里面的 最常见的原发的肿瘤 要知道心脏这个器官 其实它是最 比较不容易长肿瘤的器官 那肿瘤来讲的话 都是从外面转移过来的为多 那少部分都是原发性的话来讲 都是良性的为主 那大概发生率相当的低 大概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三到万分之一 所以也就是现在如果台湾一年 有二十万个出生的新生儿的话 全台湾每年大概只会增加二十个三十个 这样子的案例而已 不过看起来还蛮让人觉得恐怖的 因为心妹你看二十二岁 然后当时他的状况是 甚至二十四小时 好多科的医师一起来 会整抢救他的生命 另外还有个十七岁的高中生 怎么会这样啊 我先讲一下 我今天喉喉声音怪怪的 所以大家听到 不要觉得很奇怪 我感冒了 其实我们必须说心脏年一流 在我看到这两个新闻的时候 我其实也跟他很不熟 就他真的是个罕见到 像我们加一科这种 看到很多常见科 我们其实几乎不会碰到心脏年一流 可是他所麻烦的地方是这样 你看这两个人 其实年纪是轻的 所以这时候他可能还没有真的去经历 第一次的人生见解 所以你并不会说了 扫到超音波 或者不会对自己有那么多的了解 我们先看第一个个案 这个个案真的就会 其实他很离奇 他一开始是这样 他有一天突然就觉得 他右手不能动 而且据说那时候 他还有点担心说 是不是鬼压床啊什么的 右边整个肢体不能动 然后抓握没有力气 而且下肢呢 后来还出现了 这个血栓的状况 他其实是一连串的 他一开始觉得是脑中风 后来变成下肢也酸塞 那时候医生就开始想 不可能 如果只有脑中风 他只会往一个地方走 他不会往各个地方走 他才开始去找源头 最后呢 他在源头的心脏 发现一个 六公分到七公分 大的一个黏液流 那其实这个黏液流 你可以想象到 他就是像你左边 看到像果冻的这个图 那心脏是一个主要 可以传输血液 到全身各地 所以他传到哪里 那边就会中奖 所以你看他 他其实传到 一开始先传到脑 所以变成脑中风 再来他传到了下肢 就变成下肢酸塞 再来他其实有到肾脏 有到脾脏 如果他要乱走 他是都有选择 可以乱走的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这个心脏黏液流 如果你没有及早发现 他其实相对的副作用 跟他的危险度是很高的 第二个17岁高中 其实更难猜 因为你知道跑步的时候 会心悸听起来很正常 你跑步就是应该要 心跳上升 只是因为他合并的一些症状 然后可能他自己 算是比较有警觉 所以加上很早给他带去 才让他没有发生 任何不幸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 这两个案例都要跟大家讲 因为他发生率少 所以其实你一般的医生 他走到我面前 加一科也未必可以判断得到 那他最好的方式是 假设你常出现这些 你去上网查 你问医生 医生也没有办法给你 很明确的答案 就请去找专科 因为这个听起来 就像是专科的疾病 OK 他要透过超音波才可以知道 我们今天黄医师 也要透过VR 带我们来看心脏里面的状况 所以黏医流长得像果冻一样 他甩到哪里 哪里可能就会有血栓堵塞 那么他到底 最容易长在心脏 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通过VR来看 我们从这个心脏的解剖图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立体的心脏 他其实是像是一颗球 正常人的心脏大小 就是跟每个人的拳头 大一些些而已 这样 那这个心脏 我们进到心脏里面来 那我们来 心脏转到我们正后方 对 我们的心脏的黏医流呢 都是 大部分都是从左心房 百分之七十五是左心房 长出来的 那左心房的这个结构呢 就像是我们这个 进到里面来看 他有透过一个二肩磅膜 这个就是二肩磅 这个就是二肩磅膜 二肩磅膜跟左心室相通 事实上心脏是 像是一个一个房间 他有四个房间 所以他也会有四个房门 四个房门就是所谓的四个磅膜 那他房间也有隔间 那我们的心房的黏医流 就是从左心房的隔间长出来的 所以会长在哪里 这一个位置 对就是这个 这个游标指的位置 哇 所以他就像一个果冻一样 然后心脏在跳 他就跟着甩 那所以当然很危险 如果跟着血液出去的话 所以心房黏医流 他的产生的症状 通常都是要大到一定的大小 六七公分 甚至更大 他把心脏的空间 站住了一定的比例 才会开始有这个症状 那为什么会开到这么困难跟危险 要开到十二个小时等等的 这个十二个小时 应该是包含脑部取血栓 或者是下肢动脉的疏通 那事实上 如果只是单纯处理这个心房的黏医流的话 通常这个手术大概是三四个小时 就可以处理好 那刚刚凯云主持人有提到说 你的心脏是不能停跳的 时时刻刻都要跳动 只有一个时间点是例外的 就是当你在接受心脏手术的时候 我们心脏外科医师是需要把病人的心脏 在完全停跳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把心脏的血流都赶走 都阻断 然后用体外循环维持病人的生命 正向的情况之下把心房打开 然后再用肉眼或者是内视镜辅助的直视的方式 去把心房的黏医流切除 而且要切干净 好 怎么做呢 做开心手术 要切除心房的黏医流 其实它主要的困难是在于说 我们要怎么样让病人平安的能够度过这一次的手术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让心脏停跳 在心脏停跳的过程中 要有好好的心脏麻痹液 然后也要让全身的器官持续的受到血流的供应 那我们在心脏停跳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舒服的把心房打开 然后再透过这个心房中隔的切口 直接进到左心房 来我们到左心房 正后方的心脏 左心房看到 除了你看到一个很大的黏医流 那是你主要要切除的对象之外 还有你要小心的去检查 我们的这个心脏的绊膜 有没有同时有损坏的情况需要修补 那主要它的困难就是在它很深处 所以你看它在心脏里头 才会让人觉得这么恐怖 这个可能是比较罕见 可是接下来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 因为能量瘾 很大家常觉得熬夜很累就来一罐 就英国有个例子心脏衰竭 对这个黏医流是非常罕见 那既然罕见就要来一个大家常常见 这个四月十五号十六号 英国的医学专刊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他们就发布了一个年轻人 二十一岁 他有一个习惯 还是个大学生 他每天会喝四瓶的能量饮料 一瓶大概是五百cc 那那个上面标示是一百六十毫升的那个毫克的咖啡因 所以他一天大概是六百四十毫克的这个咖啡因 那他到今年初开始他发现会胃不舒服 然后消化有问题 然后体重开始下降 然后开始会心悸 后来去检查 他是双心式 刚才医师有讲到心式 双心式都衰竭了 那英国是建议 我要特别讲 他说建议每个人 每天是三百毫克的安全限制 也就是说 每个人不是给 不可以三百 那个是已经到了limit 所以他们的建议是说越少是越好的 那我有发现 现在很多大学生熬夜 手玩 然后打游戏 打游戏机 其实这个都会导致他要喝能量饮料 以前古代我的年代是打牌 要喝咖啡 现在是年轻人 他玩手玩 然后他喝了咖啡 发现精神又来了 也有出现好几个案子是 年轻人心脏衰竭就死掉 那我要特别讲一下 心脏在这里 那皇帝内经里面有讲 心肾交融 所以我们的心脏跳动的能量 皇帝内经说 是来自于肾气的补养 所以一般我们会讲肾经 就是精华 然后这个火 心火 他是需要交融 水火祭祭 所以等一下我会安排一个特别的工法 可以快速的补心器 然后也让你可以不用喝咖啡 一样可以快速的把能量冲回来 五星器又有精神就对了 因为到底能量饮里头的成分是什么 还有现在其实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每天一定喝咖啡 至少一杯咖啡吧 所以这个咖啡因 拿捏 到底要怎么拿捏啊 对因为我其实也是一天一杯咖啡 跟凯云一样 但现在其实很多选择 包括能量饮料 大家会觉得很快速 那原因在哪边 其实在能量饮料里面呢 它还是有一些帮助我们提升的 这些功能性的成分在里面 包括它可能有一些牛黄酸 有一些基醇 它本来可以就让我们精神比较好一点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微量的 比如说像维生素B1 然后它会写一个核黄酸 核黄酸就是我们能量饮料的颜色 就是B2 其实就是维生素B2 对然后有些可能还会加一些β胡萝卜素 对所以这个是属于就是让我们可能短暂的 短暂的有精神 但事实上为什么一般民众在讲说 喝完能量饮料之后会觉得 这个有精神这件事情 可以维持大概两三个小时 原因就是在咖啡因 对确实在咖啡因 那我们今天制作单位 它准备了这几瓶的能量饮料里面呢 我们有看到 我帮大家算过 我一瓶大概会落在大概50到80毫克的咖啡因 如果一天刚说人不要超过300 对其实不要超过300 那如果你抓80毫克的话呢 那就是不要超过 就是大概三瓶左右 为什么因为你还会喝咖啡 对啊 对所以如果你照三餐喝 然后又喝咖啡 事实上你的咖啡因是破表的 但其实能量饮料也会牵扯到一个问题 因为像我们都成年人了嘛 有时候我们可能喝一下 那因为咖啡因在300毫克 可是事实上啊 在加拿大他们的医学期刊里面 他曾经有做过一次调查 他分析了2000多位的这个青少年 大概落在14岁到24岁 他发现说这些青少年里面有一半哦 他们在喝这种能量饮料的时候呢 他会呈现出就是比如说像头痛 然后睡眠障碍 睡眠障碍麻烦吗 会影响到你的念书啊 或甚至你的你的学习能力嘛 然后另外恶心呕吐这些都会产生 所以他其实是不建议这些小朋友 在喝这个能量饮料 在美国的这个小儿科的这个医学会里面 他有提出一个年龄 就是19岁以下的小朋友 他也不建议喝能量饮料 特别把能量饮料拿出来讲 因为咖啡因太多了 对然后在英国他们甚至有一些卖场 他们自主性的就是如果是小朋友 青少年他是不卖他这些能量饮料的 所以家长除了注意酒之外 能量饮料居然也会有影响 那依林你说其实他喝咖啡的时候 要看红绿灯这到底怎么看啊 好我们在一些连锁卖场卖的咖啡啊 然后其实他是有标灯号的 那比如说今天你心血来潮 你可能到了便利商店或是连锁咖啡店 你买了一杯咖啡 那你仔细看他的灯号 如果他是黄灯的话 我帮大家看过几乎都落在黄跟红灯 对那如果是黄灯的话呢 你这一天里面你最多就是喝两杯 哦对那如果是红灯的话呢 那就是一天里面就是喝一杯 对那就是如果你一杯以上 就会超过300毫克的这个咖啡因的量 那如果是绿灯的话 你一天可以喝三杯 好红灯顶多就是一杯哦 不然我们心脏真的是会受不了 这么强大的刺激 广告最后来看 那么英国还有一个16年的研究 说有些食物会让你短命吗 怎么样趋吉避凶马上回来 在英国有个研究好可怕 研究了16年不是只有研究英国 他研究了21个国家 发现有些东西吃多了会短命 其实你猜哦 这个东西其实每天大家都会吃 而且你觉得吃得理所当然 什么东西呢 你现在开始想像你的早餐 早餐大家会吃什么 面包或者是白馒头 这很正常啊 对中午大家会吃什么 最常吃的就是面线嘛 因为汤面很快 它是一个很快的饮食 那有些人比较高级 他就会再加一些点心 或者是 下午再来个小茶 对再来个小糕点 或者是饼干点心 那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吃白饭 或者是配一个便当或配主食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正常的生活 没错 这个生活听起来很正常 大家都是这样子 然而这个英国的研究 他研究长达16年的时间 他其实里头参与的这个人数 算是多的是13万人 他发现说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不是说 它全部都恐怖 而是摄取的量 其实我们现在有开始在谈论一个 叫做白色的食物 可能会造成身体的风险 以上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 白色的食物 太精致的意思是不是 就是太精致的东西 对 就是你如果你去吃五穀 它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咖啡色的 可是当它被淬炼后变白色 就白色的白米 白饭 白面包 当它变成白色的食物的时候 不是不能吃 而是当它的量超过10 它就会有问题 它那量是什么 大家可能一起仪礼 帮我们解释一份的这个 精致穀物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直接讲 假设你每天超过7份 它会造成一些心血管问题 所以你看到 它所做到的研究 都跟心血管有关 除了死亡率以外 心脏疾病 增加33% 高血压 这三个其实都跟心血管有关 换眼值其实在很久以前以来 我们就发现 白色食物摄取过量时 它会让你的系统发炎 这个发炎 第一刻就是表现在心血管上面 所以因此会产生死亡的风险 心血管温血 中风的风险 所以回过头不是不吃 而是这些精致食物的量 一定要注意 所以以理这所谓的一份是多少啊 其实它7份的概念是这样子 我们一碗白饭 装在碗里面 一碗白饭是4份 然后一片白吐司是2份 所以你想想看哦 你早上如果吃两片白吐司 是不是就4份了 然后再加一碗白饭 就4份 就8份 就超过7份了 所以很容易 其实很容易 所以我们才会鼓励说 三餐里面 我们最好是有两餐 要吃到所谓的顴骨根筋类 就是不要是精致的 那个面粉做成的 或是精致的白米饭这样子 黄医师那为什么 这些精致的东西 对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 这么多高了三成 其实心血管的疾病 是全世界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 那为什么心血管疾病 会造成这么多的死亡 它的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动脉的周状硬化 我们的动脉就像 我们的道路一样 如果道路阻塞了 那它的这个车流不通 血流不通 就会造成后面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 如果我们的饮食习惯 都是取向于一些比较精致的淀粉 这些淀粉进到我们人体之后 就会在肝脏里面 很快的就会转换成一些脂肪酸 那就需要有一些脂肪的代谢 那这样这么这么高升糖指数的淀粉 进来到我们体内之后 我们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慢性的发炎 这些脂肪就会堆积在我们的这个血管壁 从你看这个从很健康的 这个血管很健康的 这个慢慢的累积到他的一个纤维斑块 动脉的一个硬化的形成 之后就会造成血管的堵塞 甚至这些纤维斑块 会有一些破裂的情况 造成急性的血栓形成 然后急性的血管的栓塞 就是所谓的形成我们的心肌梗塞 或者是中风的一个危险性 可是这样听起来 我们每天都被这些短命饮食包围 你刚刚说一片面包就两份 一碗饭就四份 谁没有中啊 所以变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要做替换 我们请到雷神找大家 雷神在我们健康2.0 你做过五股米 十股米 连十六股米都出现了 今天还有什么法宝 今天做发芽米 对 发芽玄米 今天做的这道菜 发芽米这么厉害 对 今天我要做这道是 茶香基隆发芽米饭 那发芽米其实 在做这个发芽米 你用白米是没有办法发起来的 你一定要用胚芽米 对 不然是那种胚芽的糙米 胚芽玄米都OK 像我今天用胚芽玄米 那其实你在泡的时候 泡大概十二小时左右 是 但是泡十二小时 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你要不断换水 换了大概四五次 不然它就会发酵 就会收掉了 就操生嘛 那其实煮这个也有 像我今天用的三杯米 但是你大概用它两杯水就OK 不用到三杯 我把它翻动一下让大家看 对 好 你看它煮得松松的 因为已经泡了十二个小时 所以水是要比较少的 其实你不要看它每一颗 每一颗都是有生命的发芽出来 而且营养价值很高 好 那我今天其实要做这道菜 就是说有一点像 既然是用发芽玄米 我们做比较日式一点的 冻饭的感觉 OK 那冻饭的感觉 其实我们有吃过 什么青子冻什么 一样 我今天要做这一个呢 是比较丰富一点的 那种冻饭感 那首先我是用这种茶油 你的茶香来自茶油 我的茶香不是来自茶油而已 那你的茶香 还有来自那种 我看到了 抹茶粉 抹茶粉 对 好 所以这一道真的是还蛮日式的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洋葱丝 把它放进去 好 放进去呢 在锅子里面 一样停留一下 拌炒一下 那另外呢 我有准备了这鸡的这个角落 对 那角落 这个鸡的角落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买这个鸡的角落 是不是跟那个猪角落 用那个角落鸡搅一搅就OK 我跟你讲 真的不OK 因为鸡的角落还是用手工切 手工切出来那种口感 真的会比较不一样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鸡的角落 也把它放进去了 我想问仪里 发芽玄 其实有时候会听到 有一些养生专家 特别推崇啊 它里面 为什么好 那跟我们讲的这个白米啊 精致又有什么不一样 嗯 其实它最主要的那个 营养成分在这个GABA 这个GABA这个氨基酸里面啊 它会让我们的身体放轻松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 你如果处在一个紧张 或甚至于有一些血压高 睡眠不好的 那晚上的时候 确实可以吃一点发芽玄米 那GABA它除了让你放轻松之外呢 也会让你心情比较愉快 然后呢 你看那个 我的男生 我小时候男生 木村拓摘 对 她老婆呢对她很好 就是都会帮她准备这个发芽玄米 然后加入一些就是红豆 红豆它是属于高鲜高铁的 然后加一点盐 甚至他们会准备泡菜跟红豆 所以刚刚提到那个旋米里面 发芽玄米里面有GABA嘛 那事实上GABA存在在有一些食物里面有 包括它准备的泡菜啊 红豆啊 南瓜里面也有 然后菇类里面都有这些GABA的这个成分 所以你看他们的养生里面啊 事实上都会发这种所谓的这个发芽米进去 然后另外最近很夯的新闻就是 将近快六十岁的刘德华 另一位男神啊 对 另外一位男神 她也保养得非常的好 那她这几年开始卤素 就是说她的卤素的这个方法 就是吃在晚餐的时候呢 她会吃大量不同颜色的蔬菜 然后米的话她绝对不吃白米 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两个男神 她都是吃杂粮哦 或发芽米哦 糙米 所以事实上她的膳食纤维高 子化素也高 然后另外她的GABA含量也高 然后她里面大量的蔬菜 然后还有就是 她的肉就算吃一点点 她也是吃这个以低脂肪的这个肌肉为主 所以他们的养生方式呢 都是以初食高鲜低GI的这个方式来作为养生 那确实这样子的饮食习惯呢 不只是你外表会漂亮 其实她的身体健康 还有她的身体年龄都是比较低的 嗯 好 我们家雷师傅用的也是肌肉哦 对啊 但是人家男神吃的是牧村都有猜 我吃的怎么像牧村得陶栽 哈哈哈哈 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你看那个红豆啊 下次要加进来 知道吗 OK好 好 OK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蝦仁的部分呢 把它放进去啦 好不好 把蝦仁放进去 所以这是海鹿耶 海鹿啊 蛋白质很够 对啊 把它大蝦仁放进去 那接下来呢 一样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昆布酱油呢 再把它放进去一下 一样顺着锅边放进去 嗯哼 让它有点降色在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放的这个是柴鱼高汤 柴鱼高汤 柴鱼高汤放下去 不用很多哦 放很多的话就感觉有点像煮汤的感觉 对 就会太血了 对 那一样我们让它在锅子里面 稍微给它停留一下 让它熟化 OK 刚看了两个男神 那么女神的部分 徐伟宁 晏欢老师 徐伟宁她也是吃一些杂粮 而且还艺人啊 红豆啊 常常都会把这些杂粮吃进来 我个人呢 在夏天会吃这个艺人 那什么时候吃艺人最好你觉得你的汗已经很黏 那就代表身体的湿气很重 那一般我艺人会加红豆去煮 或者是加绿豆 绿豆就会更快的去湿气 那我刚才补充一下那个胚芽 发芽那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从皇帝内经的角度 他认为芽是萌发能量最强的时候 所以我们补充能量就会吃有芽的 像豆芽啊 像那个玄米发芽 就会补充能量 所以她不但是没有精神 她还可以给我们更多能量 对 其实你看徐伟宁她的饮食有个特点 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可以加进去 就是她吃东西的时候你要感觉你的饱度 很多时候有人就是狂吃 吃到很撑 她才要停止 她其实有个原则叫做六六原则 第一个六是指我只吃六分饱 换言之就是我吃东西 我不要吃到胀 我只是觉得我舒服了我就停止 第二个六它是指夜间晚上六点后不进食 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在讲徐伟宁 所以她曾经其实在比较严渴的时期 是中午后就不进食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说非常严格的 间断饮食的那种概念 我觉得她的方式可能一般人比较难达到 但你可以达到的是不要吃到过饱 跟你可以在晚餐后不要吃宵夜 我觉得这两个是你可能可以就做到的 而且我们今天在讲的初食啊 这几年真的包括我自己 我也会把艺人加到五谷子 来让里面去煮啊 大家可以试试看 它其实吃起来很Q哦 所以这也都是让自己增加更多初食的好机会 我们完成了 完成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这样子整锅这样放上去 你看就有点像那种丼饭那种感觉 而且大家看这个蛋呢 还不能全熟哦 有点软软嫩嫩的 把它放进去之后呢 最后就撒上这绿茶粉 就这样把它撒上去 好我们的茶香 茶香基隆发芽米饭完成了 这道茶香基隆发芽米饭 以发芽后的糙米取代白米 里头高鲜和营养 可以帮助调节睡眠 稳定血压 多吃圆形穀物及蔬菜 就能让身体健康有活力哦 广告之后还要来看 那么牙痛也可能是你的心脏 在喊救命吗 马上回来 我们常说牙痛不是病 但痛起来要人命 除了这个痛感 让你觉得很受不了之外 居然有可能跟心脏有关 还真会要命啊 其实你知道牙齿跟心脏 关联性很多地方都有关 第一个关叫做 可能当你牙痛 代表着可能是你心脏的 心肌梗色的一个表现方式 其实这真的在我们临床上 你说很常见吗 没有 但是我们几乎人人医生 都有见过这样子的案例 很多时候有时候 有些人 像我之前就有个案是这样 他就牙痛 那牙痛他就去找牙医师 好险这个牙医师很激进 因为他看他牙齿 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就跟他说 你这个要不要先去急诊室 一去急诊室 他就是心肌梗色 马上送信去做道馆 所以很快地捡回一条命 所以确实牙齿的第一个痛 我们除了看牙齿 你第一个要想到的是心脏 然而第二个是其实我们发现 当你牙齿不好的时候 牙菌斑 它会随着我们牙齿的血液 进到心脏去感染心脏 会产生第二种 是感染性的心脏发炎 第三个是 其实我们这个是比较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连刷牙 就是说你去清洁牙齿 原来也跟心脏有关 这是来自韩国的一个统计 这统计是他们的健保资料库 那统计了很多的人数 他们发现一个现象 假设你是一个 有刷牙习惯的人 这个刷牙习惯是指一天刷三次 它的一个心脏问题 这个包括心衰竭 心房战动 它发现普遍下来 大概少了10% 大家可以参考 因为10%其实 你说多不说 说少不少 但是10%就是10个人 会少一个人 我是觉得蛮重要的 而且是刷牙 光刷牙 对 光刷牙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固定的清洁牙齿 我想它这个就是 除了刷牙外 你会用一些剃牙的东西 去减少各种牙齿的残垢 还会再下降7% 第三个呢 如果你的牙齿有缺损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 已经讨论过 它不只 我们以前讨论的是 它对失智的保护 如此以外 它其实也会对 心脏衰竭有保护 所以我觉得牙齿 真的蛮有趣 我们一直以为 它只是个咀嚼器官 其实不是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器官 从上到下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OK 好 刚提到说这个 牙齿痛的时候 可能是心脏在喊救命 这种不典型症状 还有哪些可能也是心脏问题 但它从其他的症状来反映 其实心脏 心肌梗塞的症状 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 病人都会说 他会有很剧烈的胸闷 胸痛 然后呢 好像有一种 大石头压住 然后你休息都不会缓解 那甚至在一个 这个研究显示 在病人发生心肌梗塞 前一个礼拜 就开始有这样子的 慢慢的累积的不舒服 那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心脏 我们看左边的心脏的图 他心脏的冠状动脉 已经开始慢慢的血流减弱 减少 不够用 然后造成心脏的这个症状 一些心痛 心脏不舒服 那合并还会有一些头晕 冒冷汗 或者是恶心反胃的这个症状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心肌梗塞的典型的症状 那医师还会根据心电图 还有这个抽血的报告 来帮你做诊断 是心肌梗塞 那刚有提到的那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下巴 牙齿的疼痛 这个就是属于一种 我们叫做内脏的这种神经分布的这种转移痛 这个在临床上也是要高度的 要小心去做鉴别诊断 那通常我们抽个血 做个心电图就可以很快的去 好奇 比方说另一种健康有点你也讲过啊 你痛在左手臂啊 左肩膀啊 或者说左边的颈部 那也要怀疑 会不会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那牙齿痛是不是也痛左边 是 也是痛左边 都是左下巴左边的那个牙齿这样 可能会比较比较合理化一点 ok 所以牙齿跟心脏之间的关联性真的很大 尤其像牙周病 没有治好的话 也会导致很多心脏问题 所以有四种人 尤其他在牙科手术之前 其实医师会特别提醒 对其实我们心脏外科跟牙医 牙科是好朋友 我们常常在住院的时候会会诊 他们来帮我们确认 病人的牙齿的健康度 尤其在美国心脏学会有建议 有这四类的人 在做牙科的比较侵入性的根管治疗 或者是比较深入的手术的时候 需要特别注意 甚至要回到我们心脏外科的门诊来追踪的 就是要预防他牙周 那些牙菌斑 一些口腔的细菌 跑到这个血流里面 造成了菌血症之后 引起后发的心脏的一些感染 比如说他有换过人工的心脏伴膜 或者是之前已经有得过这种 病史感染性的心内膜炎的人 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的病人 他的心脏的结构比较异常 他的血流比较没有那么的顺畅 就会很容易有细菌 就是躲在心脏的缺陷里面 或者是我们有心脏移植的病人 他免疫力也比较弱 那也有很多移植的缝线的伤口 也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并发症的风险 所以都需要特别的注意 这四类人在做牙科手术之前 都需要确定他的心脏状况是OK的 那也要甚至也需要做一些 预防性的抗生素的治疗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牙齿好像只是咀嚼能力 或者跟我们脑子有关 居然跟我们心脏也有关 叶冠老师你有一个学生也是 因为牙周病等等问题 后来心脏遭受攻击 他来找我学工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要咨询 他说他以前在五十几岁的时候 就有牙周病 然后有一次就蛀牙得很厉害 然后嘴巴就很臭 然后后来就去拔牙 可是因为他没有刷牙的好习惯 我想应该是细菌就在里面延伸 后来他就突然开始 有感冒的这种症状 然后还好家人有警觉性 马上就送医院 他说差一点就心肌梗塞 也是细菌进到了心脏的内膜里面 然后他说里面的细菌感染了 那我问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说你是不是很晚睡 他说对 所以你要知道晚睡 所有牙医在拔牙都会跟他讲 都会跟病人说 你一定要早一点睡 因为会火上来 我们今天在讲很多的心脏 对不对 养生里面会讲心火 如果我们休息不过 心火向上 牙床就会很容易肿 所以你看我们睡眠不足 有时候刷牙 牙齿会酸 对不对 那就是睡眠是不足的 所以一定要记得要早睡 那你后来 因为这个学员也来找你 那你也教了他一些工法 来做保健 如果以养心来讲的话 你们通常会教什么工法 一般皇帝内经说 心肾交融 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讲了 所以如果有心脏问题的学生 当然除了教心脏的工法以外 一定要教他补肾气 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 他的心气不足 其实就是补养肾气 所以你看老年人是这样 能做他就不站 为什么 因为心脏的气不足的时候 他站太久会头晕 能躺他就不做 因为躺下来的时候 心脏是最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比较不会这个头晕 好那我现在来教大家一招 同时对心 然后对肾气 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而且肾气 肾足骨 这也跟我们的牙齿有关 所以刚好两个都可以兼顾到 对 所以顾到的牙齿 所以看健康2.0是对的 好 把你的手举起来 做一个颤掌 这是一个最快调动 我们肾气的一个方式 好 颤掌完了之后 脚张开来比平常更大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 大部分的气功 都是平行站立式 那这个工法要成外八字 好 慢慢地落下来 好 从这边就开始了 身体慢慢地起来 手要落下 落到了我的身体两侧 有一个动作 就是挺胸 向上 掌心向上 膝盖弯曲 人慢慢地落下来 是 到了头顶之后 转掌朝下 好 我现在来讲 这个很重要的功力 当我的气上来之后 我是很特别 就是要补养我的心脏 所以这个地方 我要做一个挺胸 这个时候就会开心门 我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穴道 叫弹中穴 所以这边一撑开 就补到我们的心气 再把我们的手心向上的时候 开始落下来 那我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 从侧面看 第一个有一点寒胸 第二个 我的屁股这边往内一收 所以我调动了肾气 肾气一上来 这个时候对火 就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好 慢慢地起 这个时候就掌心朝下 起 上来 手落下的时候 就挺胸 那如果你是熬夜的人 做这个动作 坐着坐着 他就会打哈欠 那如果你的肝脏的功能不好 你在打哈欠的过程 就会流很多的眼油 我有见过那个肝病的人 他在坐的时候会流眼膏 就是白色这样 整个是流下来 好 所以呢 请你跟着我坐 向下蹲坐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蹲坐 我们知道这个脚的下面 有三阴胶 这个都是我们的圣经 这个地方完全地打开 所以如果你是平行站立式 就坐不到 所以我变成外八字 所以我这样子一撑开 肾气调动上来 就开始人站起来 然后往心脏这个地方 最后开心门挺胸 这个几次做完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人非常的舒服 心悸的问题也没有 那记得哦 七次为一回合 那你就自己量力而为 要做七的配数 因为我老师 你刚刚还有说啊 我们前面不是讲说 大家咖啡喝太多 或能量饮喝太多 结果咖啡因摄取太多心脏受不了 你说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怎么样同时又有精神 好 这个喝咖啡 一杯咖啡要不要五分钟 好 我有一个办法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里是我们的内观 对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个是内观 这个是外观 当他彼此震动的时候 就会调动我们的心气 立刻必目养神 然后你就自己鼠息 鼠息也是比较快能够入定 你就 七 二 三 四 呼 二 三 四 大概五分钟 你会发现精神全部都回来 所以手不用这样一直敲 而是只要对准了就可以了 一开始要 一开始要敲 一二三四 五六七 然后你的手一定要合起来 那你坐在办公桌 对不对 刚好就放在肚子这里 然后就闭目养神 五分钟你会发现 跟喝咖啡的效果一样 真的 因为神经细胞整个放松 得到能量的补充 大家可以试试看 广告中文我们还要来看 那么血管轻到腹 我们过去都说 黑木耳 这个现在还有其他的 四大血管轻到腹 等一下要告诉大家 马上回来 保护你的心脏 不要有斑块 不要有钙化等等 我们常常讲说 要好油嘛 跟黑木耳 可是以理说 他今天要讲的四大轻到腹 不是这个 对 其实第一个介绍 是刚刚凯云也很爱的 就是艺人 艺人 它不是排水而已吗 它不只排水 其实我们会建议就是艺人里面 它有所谓的艺人的成分 所以它又有高纤 然后又有多分类 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胆固醇 但它选择在 我们在烹调上面选择 要注意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选择有穿衣服的艺人 什么叫穿衣服 就是我们在讲说 就是不是白艺人 就是超艺人 超艺人 就是说它其实是有带肤皮的 那肤皮我们就讲是 初食的杂粮的概念 所以它的膳食纤维一定会比白艺人来得高 所以我们就称为有穿衣服的艺人 那量大概要多少呢 如果你是要降胆固醇的话呢 我们量大概要吃到100克 那100克大概是我们一般的饭碗 大概是满的这样一碗 对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它分成两餐来吃 那像燕花老师 他煮成什么艺人红豆啊 艺人绿豆 这样也可以吗 也可以啊 就是把它当成主食 然后当成我们的点心也可以 就是100克这样 然后第二个呢 我要推荐的是 所谓的海带 对 那为什么推荐海带 因为每次门诊 我们病人请他们多吃蔬菜 他们都会说蔬菜很贵 那他们去那个面摊啊 其实可以点的蔬菜类就是海带 那海带它是属于藻类 它有个特色就是 它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很高 所以它可以帮助你 就是把那个油脂 就是不好的油脂 把它代谢出去 那它本身呢 它也有促进肠道 蠕动排便的功能 而且它又便宜 那大概吃多少 才等于一份蔬菜 我们大概 你在外面点那个小吃啊 大概两块 就是等于一份蔬菜了 哦 你说卤的那种 卤味的 对对两块 就等于一份蔬菜 所以其实很容易达到 所以海带它又是 清血管很好的 这个蔬菜来源 然后第三个 我会建议就是 早上的时候 你的饮品可以喝豆浆 无糖豆浆 第一个它就是 零胆固存 然后另外 如果你自己做的话 其实有膳食纤维 然后还有类黄酮 类黄酮本来 就可以帮助血管放松 尤其针对高血压 或是曾经有 心血管疾病 中风过的病人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 一天是一杯 两百四十细细的豆浆 那如果大家吃豆腐 也可以吗 豆腐也很好 那我们记得就是 选择比较偏传统豆腐 那为什么传统豆腐 因为传统豆腐 里面有钙 那在预防心血管疾病 里面放松血压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钙美甲都要高 所以我们传统豆腐也可以 那如果你吃小方豆干 或是黑豆干 这个也是很好的选择 那最后一个 其实推荐的是 青鱼 对我们一般在日本 或是在台湾 其实我们发现 青鱼里面 它Omega 3成分含量很高 另外它还有个特别 就是说它的金氨酸也很高 所以对一些修复的功能 也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在青鱼 但记得不要选择 就是腌制过的 太咸了 对太咸了 反而会造成这个血压上升 所以这四大类的食物呢 其实比这个青道夫来讲 有多的一个选择 这样 我了解 就是我们有更多的青道夫 可以加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血管更顺畅 所以我们也要请雷神 来叫我们做这道料理 我们雷神出场果然不一样 青鱼呢 我们是告诉大家 便宜好买也容易料理 雷师傅说青鱼很常做 所以今天呢 它做的是黄金苍鱼 对 黄金苍鱼 所以我今天带来这道是 人参山药的红烧黄金苍鱼 感觉超厉害的 对 把这个肉给取出来之后呢 那今天搭配的是人参山药 那一样呢 我们就是先把锅子 稍微给它微微加热之后 那我现在是先 因为今天料比较多 所以我用了这个酪梨油 稍微多一点点 把酪梨油放进去之后呢 先把姜片放进去 把老姜放进去 好 那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蒜头片的部分 也放进去 OK 刚刚我们提到了 四大青道夫有黄豆 雷师傅这边有黄豆 然后呢 还有海带 它有用到 另外你艺人 艺人你用在哪里 艺人我在这边 这红艺人 就是所谓的那种超米艺人 OK 那因为其实艺人很难煮 所以我艺人 我都会先把它爆过 爆过之后 为什么爆啊 就是用锅子这样直接爆掉 像爆米花那种感觉 了解了 OK 那爆开之后呢 这香味也很绝 然后还有鱼 水煎四个都有了 对对对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洋葱的部分呢 也把它放进去 对 以黄金苍鱼来讲的话 它保护心脏哪一些能力 可能又更强一些 我们第一个 它是属于就是脂肪来源 它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高的 好那我们在预防心血管疾病 本来就要降低饱和脂肪酸 提升不饱和脂肪酸 然后第二个就是 它的氨基酸里面呢 它其实金氨酸含量还蛮高的 所以对于放松血管啊 还有修复的功能都很好 那尤其老人家 如果说它的肠胃黏膜 比较就是要修复 或是消化不好的 事实上这个高档的黄金苍鱼 偶尔可以入菜其实也非常好 今天除了黄金苍鱼高档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人参山药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它长这个样子 然后跟一番我们看到的山药 颜色也不太一样 而且重点是我闻它的味道 真的有人参味 叫人参味 对 西贝你有没有鼻塞 我可以 应该闻得出来 我让你闻看 我觉得这人参味很浓 我满惊讶的 真的有 虽然可能微微的鼻塞 还是我的很清楚 新的品种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 也可以买 特别是不是这个人参山药 它在处理上 还有它的口感 跟一般山药是一样吗 它的口感呢 吃起来比较酸 比较绵密 然后吃起来比较不会有纤维感 这个也是去菜市场找的 找到这种 但是它的价格是 真的有稍微比较贵了一点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吃的健康 吃的好吃比较重要 好 那一样我们就把这个苍鱼的部分 放到锅子里面 就给它做一个拌炒 拌炒之后 让它整个香味出来之后 我们胡椒一定要先放 因为我们常常在健康里 教大家炒菜就是说 煮汤的话 你要辣味的话 就放胡椒 有辣味 但是要香味一定要炒 所以我们把胡椒都放进去 等一下做一个拌炒 等一下就要一起炒 对 等一下放进去拌炒 拌炒出香味四溢 那接下来 那个盐巴的部分 把它放进去 我也想问一下黄医师 你自己是心脏外科医师 身材保持得很好 你 当然我们知道说 心脏健康 饮食 运动都很重要 你自己做哪些事情 保护自己心脏 大部分就是运动加饮食 运动我都是跑步的 跑步的运动 我的运动之力已经很久了 像大家看到 这是我2015年到富士山 去参加富士山的马拉松 那个时候只有摄氏五度 出大太阳 不过真的非常享受 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 这个绝美的富士山 其他还有国道五号 刚通车的时候的马拉松 那到德国去旅游的时候 顺便也跑了布兰登堡 那个是最有名的 玻璃马拉松的终点 这个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等一下我先打断问一下 你这个火为什么会烧那么多 你刚刚加什么 加一点米酒 让它现在有红烧感 真正的红烧感 所以你是故意哦 让它烧起来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 不是不是NG的 是故意的 我以为 真的坏了坏了坏了 所以你是加上去之后 米酒 翻一下 翻一下然后就会 然后那个 红烧的火器上来 好 所以大家学到一个 对对对 再来我觉得那个 黄医师的马拉松 超厉害的 跑了很多地方 对其实我在诊间 常常遇到一些 比较焦虑的病人 都会跟我说 我心脏是不是出问题了 那有一些病人 的确是常常在 跑急诊 那结果经过 我跟他慢慢的 慢慢的评估 确定他真的 心脏没有问题 他只是缺乏运动 然后饮食啊 整个生活作息 都要翻转之后 他果然真的就 下一次回诊 就精神异异的跟我说 华医师 下一次三个月后见了 我就没有再去跑急诊了 真的整个人就整个精神焕发 这样所以对健康来讲 大家都知道健康很重要 没有健康 你的财富 你的地位 你的名声都没有意义 但是所以我们要 好好地保养自己的健康 不是说你一直去跑医院 去找医生说 医生你给我做更高阶 更精密的检查 医生你给我开一个什么 保健食品 我吃了之后 我就可以那个万灵丹 事实上都是要自己 能够愿意改变 像我们运动 饮食 像我们今天雷师傅 带来的这些 还有留营养师的 跟我们讲的这些 不饱和脂肪酸啊 这些血管的清道夫 原则上就是要吃 原型的食物 初食 那尽量不要吃加工的食品 那原则上就是 可以在饮食上 可以帮自己的健康加分 OK 真的 健康是要靠自己的 所以我们健康2.0 不管运动啦 或者是工法 以及饮食上 都不断提供给大家 在生活当中可以落实 哇 现在我已经看起来 超美的啦 香味 香味四一支 就是把这个海带放进去 海带放进去之后 记得不要再去翻炒了 会烂烂的 我们把它放进去之后 让它那个 那个汤汁呢 跟鱼的香味吸上来 那接下来 我们再把葱段 拿给它放进去 所以海带牙就是泡水就可以了吗 泡水就可以了 对对 那一样啦 我们就是把它做这个红烧鲍鱼 就有点像管子菜一样啦 把它烧好 就把盘子拿过来 我们就可以上菜了 哇 对对对 我们这道料理就完成了 人参山药红烧黄金鲍鱼 这道人参山药红烧黄金鲍鱼 营养美味的金鲍鱼排 搭配黄豆 海带 艺人等护心食材 能够帮助预防血栓 减少阻塞 让你的血液循环更通畅喔 真的是要把自己的心脏固好 运动跟饮食都要做 不要想说运动很难 其实有一个扣齿弓 我们健康2.0也教过大家 这扣齿弓啊 到底有什么帮助 为什么需要做 因为肾竹骨 那这个骨头包含牙齿 那这个扣的重点 是在我们的后面的这个牙齿 所以你在扣的时候 这样子扣 但是这里有一个诀窍 一般都不会教 今天跟大家讲 就是你要把大拇指放在你的手掌握起来 这样子才有 放脑工屑 OK 对 这样子才有真正的补肾器的功效 那你比如说 你现在在看健康2.0 是 或者有时候你打电脑 你都可以同时 那你只要听 要有声音吗 要这样咔咔咔的声音 你要听到自己有牙齿的声音就好 你不用咬到隔壁也听到 那就太大力 那如果牙周病人 那个牙齿是会碎掉的 就是自己有听到 咔咔咔咔咔 这个是相当好的补肾器的方法 那最重要把大拇指 放在我们的手掌心握起来 那我每次做完 有口水 慢慢吞下去 然后手放在丹田这里 真的非常有效 好 叶文老师说要做36下 大家这些都可以学起来 还有觉得真的很累的时候 刚讲了内观跟外观放在一起 那么也让自己提振精神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task Wars 我们再来一3分的速度 今期节目 是没有出来的 要留的